Hello 大家好 我是Grace 今個星期我會用天使卡和大家做預測王 今個星期 山羊座抽到的牌是孔掌 孔掌是一個漂亮很優美的動物 它象徵了廉政和忠誠 所以山羊座今個星期在人際關係上會很好 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在工作上也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認同 你也充滿動力向目標進發 今個星期水瓶座抽到的牌是海豚 今個星期水瓶座會變得情緒化 想自己獨處 你可以沉思一下自己過去所做的事 檢討自己有什麼需要改善的地方 有需要可以找朋友聊天 會得到更多啟示 雙魚座抽到記憶這張牌 雙魚座的朋友 擁有具想像力的右腦思維 可以發揮你的創造力 在工作上大派用場 過去的經驗加上你的創造力 可以令你實行工作上的目標 你會比之前更有上進心和執行力 白羊座抽到金錢這張牌 白羊座的朋友今個星期要學習 如何運用你的智慧 配合現有的資源 得到最大的效益 需要好好運用時間 可能要在短時間內完成一些目標 所以會很忙 白羊座要加油 金牛座抽到好運這張牌 金牛座過去星期的恐懼 暫時已經面對了 但今個星期都會面對新的挑戰 所以會出現擔心和憂慮 金牛座的朋友要對自己有信心 這個星期你的運勢會非常順暢 不需要恐懼 你能夠發揮潛能 會好像張牌出現的彩虹 發光發亮 雙子座抽到幻象這張牌 雙子座過去被幻象迷惑 今個星期會見到一些事情的真相 或者會對自己的要求高了 今個星期要為自己做自我評估 看看有沒有優勢 為自己的未來打算做好準備 巨蟹座的朋友 今個星期抽到的牌是傳奇 牌上面見到一個精靈 手上拿著一塊寶石 寓意你將會擁有機會 要好好把握機會 令自己可以突圍而出 還有巨蟹座的朋友 其實擁有才華 你可以學習怎樣運用才華 令自己成為傳奇人物 獅子座今個星期抽到的牌是潛能 獅子座的朋友可以大膽地想像自己的未來 平時獅子座都是充滿活力的 向理想去進發 但你們又有沒有想想 自己成功的時候是甚麼情境呢 你可以運用想像力透過觀想的形式 去切實這樣感受當下的力量 可以吸引成功 處女座今個星期抽到的牌是感恩 今個星期你會覺得自己很貧乏 例如在知識上面 金錢或者感情上面 都總是希望自己能夠得到更多 感恩這張牌是提醒你 在滿足慾望的同時 要留意自己的心靈腐足 感恩你現在所擁有的東西 你將會很滿足 天平座抽到的牌是動物關係 這張牌有一隻剪刺高飛的鷹 你能夠和鷹一樣在天上面飛馳 今個星期天平座的眼光會望得很遠 向你的理想邁進一大步 只要繼續堅持 會得到更多人的認同 天蠍座抽到的牌是選擇 天蠍座上星期做完研究工作之後 今個星期要做明智的決定 你要為你所做的決定負責任 所以今個星期要運用你的頭腦去分析 細心思考利弊得失 你可以順利做每一個決定 人馬座抽到孩童這張牌 今個星期很想有自己的空間 有時間去思考和獨處 你要知道你是安全和受保護 不需要害怕轉變 當你準備好的時候 就可以走出Comfort Zone